沒有失敗 只有反饋 所有的經歷都不要讓它變成經過 步入社會的時候呢 我都會有一些的計畫 年紀漸漸長了之後發現呢 其實生涯沒有辦法規劃 一定有很多挫折 但我對挫折的記憶很小 在那個當下可能會 feel discouraged 我覺得那個circle of influence 就是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那個書裡頭講得很好 就是 focus on what you can do 去 enlarge 你的circle of influence 那你不能做的就不能怎麼樣 然後也不用為了 你不能做的事情而擔心 第一次拿到薪水就是 還了我去跟一個同學借錢買了 我人生的第一台筆記型電腦 然後讓自己可以去出差 高校的工作跟投資工具 是第一次拿了薪水之後做的事情 我以前演講有個習慣 就會指 有人攝影完之後 發現這個指的感覺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把它只改成這個樣子 因為那個習慣一直改不掉 所以變成這個樣子之後 就好像是第一點 第二點 第三點 自己一個人到了加拿大去 因為人生地不熟的 教室就只有我一個台灣人 然後你同時要完成學業 同時你又要交朋友等等的 我覺得這件事情算是一個突破吧 第一個突破 如果說差別的話 我覺得可能到現在會更有勇氣 還有什麼比當媽媽更難的事情嗎 人生就追求無殘念嗎 然後試完就沒有殘念了 其實我還滿佩服剛出社會的自己 無知而勇 無欲則剛的精神 以前可能只有想到自己 可是現在因為要 希望可以照顧更多人 反而不見得會像剛出社會自己 那麼的勇敢 它其實是一個在上一層的責任感 步入社會的時候呢 我都會有一些的計畫 但等到年紀漸漸漲了之後發現 其實生涯沒有辦法規劃的 你只要努力喜歡你現在的工作 把你現在的工作做到好 其實機會會自己來找你 剛出社會的自己 我覺得是很迷惘的 那現在的自己我覺得 因為我在做的事情就包含 我自己很想做 然後世界可能也需要 除此之外又是我擅長的事情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我是非常滿足的 我非常明確 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的使命 那這世界唯一的不變 就是一直在變 如果你沒有失 你就會一直有後悔 那遺憾最小花 讓自己沒有後悔 沒有失敗 只有反饋 所有的經歷 都不要讓它變成經過 讓它變成是你後面可以 成長跟前進的柴火跟能量吧 其實就是勇於嘗試 因為年輕人 一人吃飽全家飽 其實你不需要怕失敗 因為每一次失敗都會有反饋 每一次的失敗 你的能力就更強 其實要變就去變 但是要記得一件事情 一個人可以走很快 但是一群人可以走很遠 改變走很遠跟走很快 是一樣重要的事情 你要相信你在做的事情 是很重要的 是對的 然後勇敢努力的 往那個方向去做就對了 今天就知道 是對的 我愛你 期待的 我們要保證 它是 在 Nevada 有反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